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22号 12月22号写到12月31号晚上 十篇文章 它不是十篇文章 我看到它原文大概分类了 我们就跟大家讲述这故事了 那清灵的一个 其中一个在它的江雪呢 谈到的中心呢就是沙井村 叫高新路沙井村啊 它就是那的人 那这里面我们看到的就是 基本上是它清灵的做法 它清灵的做法 它就把西安航空学院就所有染疫的人 所有染疫的人 给它从西安管辖的行政管辖去 都给它拉出去 一拉出去就清灵成功了 基本上故事是这么来的 那故事是这么来的话 这里面就出现了一个全新的故事 清灵确实成功了 也就是说他们向习近平保证的 就都保证做到 至于今天会不会再出现这个 就是反复 那是今天另外一回事 但这是中国式的做法 中共国式的做法 我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如果西安是这么做法 真的它实际操守这么做法的话 那西安就完蛋了 会逼爆 逼爆整个全中国 当然还不 сек